大家好,歡迎收看2019年1月的LR News 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K升 還有Sam升 今次的發展就是公佈第一季第七集 已經在2018年的12月尾完成了 除了剛才之前在12月講過的柏木站確建 和黎池國站的興建之外 亦都有東灣線的興建 而今次東灣線的興建 包括了馬泰灣站的確建 金環站以及奇王山站 而第一季第八集的內容有 荔磁國、林湖塔、林湖公園、林湖遊泳池、金蛋樓、飛車城、豆牛灣、恆星島和艾登站 以上的車站內容就是今次興建的 上述剛才提到的荔磁國站亦都是關金雜事的 雖然本身已經預留了荔磁國站會有一個預留月台 就給14號線用的 今次14號線會是由馬肥河站直接延伸到 恆星島並經歷史國金蛋樓、飛車城、豆牛灣 恆星島亦都會是一個人工島 未來的發展將會發展成為一個客運港 恆星島就是延伸了 馬肥河站這次亦都會包括三號線的興建 三號線由這個紅石丘站延往馬肥河站 馬肥河站就會選用九號線現在的六客月台 今次的報導就是這麼多 2019年2月再見 各位觀眾 這個是臨湖鐵路2019年1月的新聞 再見